第二天早上七点钟,鲍尔已经给通宵不停的劳动弄得筋疲力竭,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,那个眼神放肆的,圆脸的男孩子。 那个孩子,看看一切都弄得妥贴,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,就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,从咬得紧紧的牙缝里,挤出一口唾沫来,带着一副傲慢的神器斜着白眼,看了看鲍尔,然后用绝对不许反抗的腔调说。 喂,小鬼,记好,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。 为什么六点? 宝尔问,换班是七点呢? 谁要七点换班? 就是他的七点换班好了,你可得六点就来。 要是再说废话,我就打入你的勾连,你这小子,才倒就摆架子。 那些刚换了班的洗家时的女工们,满有兴致地听着两个孩子的谈话。 那孩子的盛气凌人的声音和寻衅的态度把保尔激怒了。 他向自己的接班人逼近一步,本想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。 只是,怕头一天上工,就给开除了,才没有动手。 他气得满脸发紫,说了。 或许别太大,别吓我人。 要不,你绝不会有好下场。 明早我七点来,要打架我凤梅。 你想试一试,那就巧。 对方向着大锅倒退了一步,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对手。 他完全没料到会碰这样大的钉子,于是有点手足无措了。 那,好了,咱们走着瞧吧。 他含含吾呼呼地说。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。 当保尔迈着大步走回家的时候,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个先礼得的,正得了休息的人了。 他现在也在劳动,谁也不能再说,他是个吃闲饭的人呢。 早晨的太阳从高大的剧木场后面,懒洋洋地升起来。 保尔家的小屋很快就可以看见了。 瞧,马上就到了,就在雷辛四季的庄园后面。 妈一定刚刚起床,可是我已经下班回来了。 他一面想着,一面加快脚步,嘴里吹着口哨。 哼,离开学校倒也好,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是不会让你好好念书的。 现在,我恨不得吐他一脸痛吗? 保尔正想着已经到了家。 在推开小门的时候,又想起来。 我一定要揍那黄毛小子的狗脸,对,一定要揍他一顿。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。 一看见儿子,就慌忙地问他。 怎么样啊? 很好。 保尔回答,母亲好像有什么话要告诉他,可是他已经明白了。 他从敞开的窗户望过去,看见了他哥哥阿尔娇姆的宽大的后背。 怎么,阿尔娇姆回来了吗? 保尔心声不安地问。 是的,昨天晚上刚到,以后啊,他就住在家里了,他要到吊车厂干活。 保尔 保尔有点愁愁地推开了房门,走进屋里去。 那个身材高大,背朝着保尔坐在桌子旁边的人,回过头来。 从浓黑的眉毛下面,直射出两股严厉的目光,瞧着保尔。 这是哥哥的眼睛。 好,撒约沫的孩子回来了。 好,好,你干着好事。 保尔知道,跟这位突然回家的哥哥谈话,绝不会有好结果的。 他已经完全知道了。 保尔心里想。 这回,阿尔娇姆,对我可能是连打带骂。 保尔有点怕阿尔娇姆。 但是,阿尔娇姆显然没有打他的意思。 他两肘,拄着桌子,坐在凳子上。 用一种又像嘲弄,又像轻蔑的目光,盯着他。 大概是,你已经大学毕业了。 哼,哥们儿科学统统学过了。 所以,现在干起洗家似的活来了,是不是? 阿尔娇姆说。 保尔,两眼盯着地板上破烂的地方,专心地琢磨那个突出的钉头。 可是,阿尔娇姆,却站起身来,走到厨房里去呢。 看样子,也许不至于挨打了。 保尔,宝尔松了一口气。 在喝茶的时候,阿尔娇姆平心静气地叫保尔把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。 保尔,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。 哎呀,现在你就这样不成气,往后怎么得了啊? 他母亲发愁地说。 哎,我们可拿他怎么办呢? 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呀? 天哪! 为了这孩子,我受了多少罪。 他埋怨说。 阿尔娇姆推开喝干了的茶杯,对保尔说。 听见了吧,弟姐? 过去的事儿,别提了。 往后,你可要小心。 干活儿别耍鬼把戏,该干的都得干。 要是这个地方,又把你赶出来,我就一点儿也不饶你。 你要记住,别让妈再操心了。 哎,你这个鬼东西啊,走到哪里就闹到哪里,到处喘祸。 现在,该闹够了啊。 等你干满一年。 我,一定设法,把你弄到吊车厂,当个学徒。 哎,一辈子给人家洗家事儿,是不会有出息的。 应该学会一门手艺。 眼下,你还小,再过一年,我一定替你申请。 说不定,说不定,吊车厂会瘦下你的。 啊,我已经调到这儿来,往后,就在这儿干活儿。 不用再让妈伺候人家了。 她在各式各样的混蛋面前弯腰,已经完够了。 可是你,宝儿。 要注意。 以后啊,要好好地做人呐。 她站起来,挺直了又高又大的身躯。 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,突然对母亲说。 我有点事儿,出去一个钟头。 说着,她就弯腰,过了门楣,走出去。 她到了院子里,走过窗户跟前的时候又说。 哎,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。 等会儿,马会打给你的。 车站食堂,白天黑夜都营业。 有六条铁路线,在西佩托夫卡中级站交贵。 车站里,总是挤满了人。 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,才有两三个钟头,稍微清静点。 在这个车站上,成百的列车开进开出,由前线的这一方面,掉到前线的那一方面。 无数的伤兵,从前线运来,而一律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,又像洪流似的,不断地往前线运去。 保尔在食堂里干了两年,这两年,他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。 在那地下的大厨房里,工作异常紧张。 那儿,有二十几个人在干活。 十个堂官,穿梭式地从食堂到厨房来往走动。 这两年里,保尔的工钱,由八个卢布,长到十个卢布。 人,也长得又高又壮。 这期间,他受了许多折磨。 在厨房里,当厨子的下手,又给煤烟熏了六个月。 后来,又给调到洗刷间去。 因为,那个权力极大的厨子头,不喜欢这个不驯服的孩子。 他生怕保尔,为了老师挨他的耳光,会戳他一刀。 要不是保尔很能干活,他们老早就把他撵走了。 保尔干的活,别谁都多,从来不知道疲乏。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,他就像疯子一样,一会儿端着盘子,一步跨四五级楼梯,从食堂跑到下面的厨房来,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去。 每天夜里,当食堂的两个餐厅的吵闹停了下来,堂官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,开始腰啊酒啊地大堵起来。 有许多次,保尔看见堵台上摊着许多的钞票。 看到这么多的钱,他一点儿也不惊讶,因为他知道,他们每个人当了一班,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账。 客人一次给他们半卢布,或者一卢布时尝试,他们接着就大喝大赌。 保尔憎恨他们。 这些该死的混蛋。 他心里想了,像阿尔姜姆,一个头等的钱工,每夜才赚四十八个卢布,我呢,只赚十个卢布。 可是他们一天一夜,就捞迹那么多。 怎样赚来的呢? 哼,来回地端着菜盘子,回头就把这些钱喝掉,或者赌光。 包尔认为,他们也跟那些老板一样,是另一种人,是他的死对头。 这些坏蛋,他们在这里侍候人,可是他们的老婆孩子,却像妇人一样在城里大摇大摆。 有时,他们把穿着中学生致富的儿子,和吃着肥胖的老婆带来。 他们的钱,大概比他们所伺候的绅士还要多。 鲍尔这样想,他对于每夜在厨房的暗室里,或是食堂的仓库里所发生的事情,也不觉得惊奇。 他非常清楚,任何一个喜家时的女工和女招待,要是不愿意以几个卢布的代价,把他们的肉体卖给在食堂里有权有势的人,那么他们在食堂里,就待不长。 鲍尔已经窥见了生活的最深处,生活的底层。 从那里,一阵阵腐烂的臭味,泥坑的潮气,正朝他,这个如饥似渴地追求一切新鲜事物的孩子,扑过来。 尔娇姆想把弟弟见到吊车场去当学徒,但是没有成功,因为他们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孩童。 可是鲍尔,一心一意梦想着有一天,能够摆脱这地方,吊车场那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,已经把它吸引住了。 他时常跑去看阿尔焦姆,跟着他去检查车辆,尽力帮他干活儿。 在弗洛西亚离开食堂之后,他格外感到烦闷了。 这个笑咪咪的,愉快的少女,已经不在了。 鲍尔这才更深刻地感觉到,他和他的友谊是多么深厚。 现在呢,早上到洗刷间来,听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工们的争吵,他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和寂寞。 到了夜里休息的时候,鲍尔,把大锅下面的火添上木柴,就蹲在敞开的炉门前面,眯缝着眼睛瞧火。 火炉,烤得他很舒服。 这时候,洗刷间里,只剩下他一个。 不知不觉地,他想起了不久以前的事儿,想起了弗洛西亚。 那时候的情景,又清楚地涌现在他眼前。 是星期六,在夜里休息的时间,鲍尔顺着梯子到下面的厨房里去。 在转弯的地方,他好奇地爬上柴堆,看看仓库,因为赌博的人通常都聚在那里。 他们正赌得起劲儿。 扎里瓦诺夫是庄稼,面孔兴奋地发紫。 鲍尔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。 回头一看,原来是普洛霍尔走了下来。 鲍尔连忙躲到楼梯下面,让普洛霍尔走到厨房去。 楼梯下面是阴暗的,普洛霍尔看不见他。 当普洛霍尔转弯往下走的时候,鲍尔看见了他那大脑袋和宽肩膀。 接着,又有人轻轻地快步跑下楼梯。 鲍尔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。 普洛霍尔,等一下。 普洛霍尔站住了,转过身,朝上面望去。 什么事儿? 他不高兴地问。 上面的人走下楼梯来。 鲍尔认出,是弗洛霍尔。 他拉住那堂官的袖子,用一种微弱地哽咽的声音说。 普洛霍尔,那中尉给你的钱呢? 普洛霍尔,忙得睁开自己的胳膊,恶狠狠地说。 什么? 钱? 难道,我没有给你吗? 但,但是,他给了你三百个鲁布。 鲍尔,鲍尔听见弗洛霍尔的声音里,带着勉强抑制的哭声。 什么? 三百鲁布? 呵呵呵呵。 普洛霍尔,急笑他说。 你想钱都拿去吗? 太太,难道,一个洗盘子的女工,能值这么多钱吗? 呵呵呵。 我看,给你五十鲁布就够多了。 你想想,你的运气多好,啊? 那些比你干净的多的,读过书的贵妇人,还拿不到这么多呢。 你拿了这么多,理当谢天谢地,只在床上睡一夜,就挣了五十个鲁布,没有那么多的傻瓜。 哦,我再给你十个,不,二十个,哦,再多,那可不行。 你要十项点,往后还会挣到的,我给你找主顾。 说完了最后一句话,普洛霍尔便转身走进厨房去。 你这个流氓,坏蛋。 普洛霍尔在他后面追着重骂,接着,他就靠着柴堆,呜呜地哭起来了。 普洛霍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,听到这场谈话,用眼看着佛罗霞在那儿抽抽搭搭地哭,还用头撞那柴堆。 他这时的感情,实在是无法形容的。 但是,他并没有跑出来,只是一声不响地,哆哆嗦嗦地抓着那扶梯的铁栏杆,脑海里清楚地出现了一个念头。 连佛罗霞也给这些该死的东西出卖了。 哎,佛罗霞呀,佛罗霞呀。 偶尔对普洛霍尔的憎恨更强烈了。 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憎恶和仇视起来。 哼,要是我有力气,我一定揍死这流氓。 我为什么不像阿尔焦姆那样高大,那样有力气呢? 炉堂里的火在闪动,小小的火苗灭了之后,又颤颤地生起来,合成一股长长的蓝色的旋卷的火焰。 在鲍尔看来,好像一个人,正在朝他吐舌头,讥笑他,嘲弄他。 屋子里很近,只有炉子里时时发出的爆裂声和水龙头的均匀的滴水声。